沒有健康就沒有一切 這是大家常常聽到的話 可是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我就吃一餐健康的 讓你看看 先講沒有我們業配喔 這個是那股物 一百六十幾塊 八份 所以吃一餐 二十幾元 我們把它放上去 它的份量要自己控制 要不然會超過 好這大概一餐的份 然後這是鮮奶 一百六十幾元 大概可以吃四天 所以一餐是四十元 來給它加進去 一餐總共六十元 然後它需要泡一泡軟一軟來 咬起來是這個BMS 吃給你看 來囉 這樣一匙 抓一口 很像在吃點心 非常有脆感 裡面的小料 又有點甜甜的 再加上鮮奶本身那種 冰涼味 所以感覺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跟沙拉比啊 這個真的好吃多了 而且它有一個微微酸味 馬上起來馬上不見 我這樣一直吃 也沒有什麼吃膩感 而我在拍片之前 其實已經吃了一份 我是說一個東西要抵抗飢餓度 也就是 你東西吃進去 會不會很快就餓 以六十元 你能買到的早餐來比較 這個的份量 確實比較小 所以假設你是做那種 高強度 焦高熱量 很快就容易餓 再來是解除壓力度 吃 並不是只為了攝取熱量 還有一個就是精神上的滿足 你吃了這個東西 哇 好吃 你才會得到滿足 心甘情願的去工作 所以你可以把煤餐當成 給自己身體的薪水 假設薪水給的不夠 你就不太想做 而這個穀物啊 它雖然味道不錯 可是它給刺激感 不太夠 你吃完之後 就只是度過一餐 有點飽 可是卻沒得到精神上的愉悅 這個是 小數一點點 健康是人一生的情緣 要先有健康 才有一切 所以不管口味如何 飽足感如何 你都應該吃這種 健康的早餐 但是 我們人生 並不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人生是 食衣住行育樂 也就是 你要滿足你的基本需求 才去追求那種 末端的快樂 與舒服 而一般人 出色的就是 要打拼 高熱量 我要曬太陽 拼體力 扛重火 假設我吃的東西沒有那種 肉 沒有油 沒有爽 那我就沒辦法我好好拼 自然也沒有後面的快樂了 而健康食物的價格 而健康食物的價格 也反映了這一點 你想吃的健康 吃著美味 這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也就是說 吃著健康 活得愉快 那個是 有錢人在追求的 在你人生前半段 你在累積財富 你的飲食 其實不會考慮健康 而是會思考 我要怎麼用更便宜的價格 吃 更多的東西 還順便緩起壓力 讓自己願意繼續拼下去 而那些東西就是 炸雞 可樂 讓你吃的更飽 吃的更爽 所以我只能說 你不是擁有健康才擁有一切 而是反過來 你要擁有一切 才有資格健康